大家好,我们是江顿贴猫旗舰店 今天教大家更换这个手机后盖 手机后盖的玻璃视频 首先呢,我们先把手机关机 先把手机关机 然后我们现在的第一步 我们先用电锤风用日风 用日风 用日风吹后盖 后盖玻璃四周差不多两分钟至三分钟后 就是说后盖下面有电 那些后盖胶 我们用电锤风用日风吹 两分钟三分钟 我们就来拆这后盖就比较好拆 我们吹两分钟至三分钟后 我们就来,我们第二步就来拆这后盖了 大家先看一下,我们先用吸盘 我们江顿贴猫旗舰店赠送的吸盘 先用吸盘,吸开一个角 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吸开稍微出一条缝 我们手机的后盖 后盖,我们拆卸的视频都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通用的 用吸盘,吸出一条缝 然后使用我们赠送的拆机名片卡片 吸出稍微一条缝,因为这个很薄 我们用这个稍微往里面塞 然后这样子上下滑动 这样子,慢慢滑 这样子卡住 然后如果说有点不好滑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拆机,拆机片 这样子 这样子开 这样子上下滑动 然后我们用吸盘往上上,向上拉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后盖 手机的后盖给裁卸下来了 然后换上我们姜邓的后盖 我们先把这个,我们原先的后盖 先把这个把它分离出来 然后装到这上面去 我们可以这样子用手指 如果说稍微难弄的话 我们用电吹风,用日风吹这里 然后等一下再来 把这个四项头的那个镜面 镜圈 把它拆卸下来 这样子我们装上去 大家看一下,这样子装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呢,我们把这个 手机的这个 这个四周的这个 残留的后盖胶 我们把它清除干净 我们就使用我们姜邓天猫旗舰店赠送的 这个后盖胶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 后盖这四周 这样子 沾上我们这个后盖胶 胶水 然后接下来一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很简单 大家看一下 先从上面对准四项头的位置 这样子 对准 然后往下放 然后四周 四周我们用手指 这样子铝屏一下 就是说压一下 让它那个缝压紧 我们这个拆手机后盖 都是很简单的 他这个拆后盖的视频 都是可以通用其他手机的 其他手机类似的这些 后盖 都是可以通用的 然后我们 我们这样子铝屏了一遍之后 我们用这个橡皮筋 赠送的橡皮筋把它绑住 就是绑住它固定 这样子 这样子 叫这就可以了 我一会儿 好 一会儿 一会儿 我会把你按摩 我会把你按摩 那边 我会把你按摩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就教大家做到这里 买后盖我们认总我们天猫旗舰店 江顿天猫旗舰店